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这两周呢一直在生病,正好赶上元旦假期,有我太太在家里忙里忙外的 我终于是得空的,好好睡了几天 现在虽然嗓子还是有些哑,可能看着呢也有些憔悴 但是勉强还是可以给大家开始更新视频了 所以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先向这两周所有关心我 给我发评论、私信的小伙伴说一声感谢 大家的所有互动,我今天已经都回复完了 补助大家一句,新年快乐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国内发生的一起恶性的连环案 不但各家媒体称凶手为变态狂魔 其自己呢也恬不知耻地称比张军还厉害 堪比沉默的羔羊里的变态医生 就和过往的连环案一样 本期呢我还是从凶手的视角来展开 来为大家讲一讲曾经震惊中国的郭龙海案 郭龙海1955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的宁阳县 据说其父亲曾参加过抗日战争 建国后被分配到了铁路部门工作 是一个作风良好的干部 相对于其他家庭 郭龙海的童年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 但也是因为其父亲在铁路工作 所以由于工作调度 郭家曾于1965年全家搬到了广西的南丹 又在1968年搬到了贵州的都云市 可能也是由于郭龙海在10岁13岁的两次搬家 使得他刚上学交到一些朋友就全部中断了 所以他的性格就变得越发的孤僻 加上可能换了新的环境 作为差班生与新同学新班级合不来吧 他的性格开始自卑而又好强 外表不声不语 但是内心里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而且争强斗狠 初中毕业后 郭龙海就放弃了学业 由于其父亲的关系 他去了一家军工企业做工人 一开始 郭龙海显得非常好学 不断地向老师傅请教技术 到1975年前后 20岁的郭龙海已然技术纯熟 还在单位申请了入团 以及作为工农兵学员 争取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然而技术的纯熟 终究抵不过性格暴露的问题 由于其到处争强斗狠 经常一言不合 就和厂里的同事大打出手 厂里的同事 领导对他的意见都很大 自然也就不会给他做什么推荐 最终 他没能如愿地上大学 也没能入团 当时的郭龙海知道结果之后 郁郁寡欢了很久 他认为是整个单位的人都在愚弄他 给了他机会 又在他眼前将机会毁掉 于是他开始变得更加狂暴 动不动就把人打一顿 以至于后来大家都怕挨揍 所以有些怕他 而这反而让他有了一种被人敬畏的成就感 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 1982年前后 在家人的安排下 郭龙海结婚了 妻子性格温和 两人婚后不久 妻子就怀孕了 然而郭龙海却对这段婚姻以及妻子并不满意 他认为妻子虽然是个过日子的人 但他过于老是保守而且也没有什么姿色 加上怀孕期间并不能满足他的诸多想法 于是他便开始在单位动起了花花肠子 工厂里有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 是公认的肠花 有文章说她叫小娇 也有文章说她叫小梁 那我们为了方便 后文就直接称其为肠花了 按照郭龙海的描述 肠花年轻漂亮 身材前秃后翘 而且为人风扫 是自己非常理想的类型 于是很快 郭龙海就对肠花展开了追求 然而 就郭龙海在肠里的口碑 是个人就不想和他扯上关系 于是肠花则非常不屑一顾地回绝了郭龙海 理由是 我对已经结婚的男人不感兴趣 吃了闭门羹的郭龙海并没有放弃肠花 明面上他虽然没有继续纠缠 但是背地里 他却开始对肠花越发的关注 一连半年多 可以说他的眼睛里就只剩下肠花了 不知道他可以从偷看中获得什么样的快感 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计划打算 总之 就在他这种长达半年 近乎变态的愧思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肠花的一个把柄 1983年5月的一个周六 单位组织工人看电影 郭龙海当天将妻子和半岁的儿子 送到了娘家后 就去看了电影 散场之后 工人们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宿舍 而百无聊赖的郭龙海 则再次悄咪咪地跟着肠花 在暗地里偷看 结果他发现 就在人群散去之后 肠花居然跟着车间主任 走进了一个废弃的车间 而这个车间主任也是已婚的 出于好奇 郭龙海就偷偷地跟着他们俩 也钻进了车间 结果就撞见了他想了千万回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他当时不但没有愤怒 反而还有些窃喜 他不再偷看 而是选择了离开 静止跑到了女工宿舍 等待肠花归来 夜深后肠花回来了 郭龙海一把拦住了肠花 将自己的所见全部说了出来 并威胁肠花要告发他和车间主任 这一下可把肠花吓坏了 赶紧跪求郭龙海保密 而郭龙海则提出保密也行 但是车间主任吃的菜 自己也得点一桌才行 然后就拉着肠花跑到了工厂后的荒山之上 大快朵頤 此后郭龙海以秘密要挟 与厂花长期保持了关系 他那个常年来郁寡欢的心终于高兴了 一时间变得春风得意 然而就在1983年的下半年 工厂里分配来了一个大学生 男的 由于郭龙海技术纯熟 而且此时春风正盛 慷慨健谈 很快这个大学生就与郭龙海结为了朋友 后来这个大学生和郭龙海说 觉得厂花人特别好长得漂亮人也温柔很想追求他 郭哥在单位时间那么久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可以透露透露 帮自己一把追上他 每当这时郭龙海就会打岔聊别的也不知道他是做贼心虚 还是怕有人抢了他的美梦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人一得意难免就会忘形 有一次郭龙海和大学生喝酒的时候 喝高了点 借着酒劲 大学生再一次真挚地表达了自己对厂花的爱慕 而郭龙海这次是彻底地喝飘了 他先是赞许了大学生的眼光 然后炫耀地开始讲述自己每次与厂花在野地里翻云覆雨的酣长淋漓 最后干脆把如何要挟得到厂花的过程也讲给了大学生听 大学生听完酒瞬间就醒了 没想到自己的梦中女神原来一直被自己称兄道弟的郭哥糟蹋 于是他愤怒地找到了工厂的保卫科举报了郭龙海 保卫科为了查询真相找到了厂花 厂花间事情已然败露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开始哭诉自己半年来的屈辱遭遇 于是在1983年的年底 郭龙海因犯强天罪 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当时正值83年严打期间 这个刑法其实已经算非常从轻了 至于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服刑期间 郭龙海再次拿出了刚参加工作时的劲头 踏踏实实干活 积极参加学习 原本初中学历的他 在服刑期间的一次文化课考试获得了第二名 还成为了劳改人员自学学校的教员 最后他通过自学考试 还拿到了韩寿大学的文凭 于是在1990年 郭龙海减行了三年 提前释放了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郭龙海的性格其实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 外表看上去不声不语 但是内心里其实一直在计划着 如何报复场花和大学生 出狱后的郭龙海先是回了家 然而他的父亲因为家里出了这个逆子 已经气死了 妻子老是淳朴 一直坚信郭龙海只是一时糊涂 所以非但没有和他离婚 还一个人苦哈哈的将儿子养大了 郭龙海当时对妻儿非常愧疚 于是开始打零工赚钱 希望能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仍然没有因为要对妻儿负责 而去淡忘仇恨 他买了尖刀 先后偷偷去过几次之前的单位 享读场花和大学生 但是过了很久 他都没有遇到他们俩 后来几经辗转 他才知道 当年事发之后 场花和车间主任也因为流氓罪被判了刑 场花出狱后 由于没脸见人去了别的地方 而那个大学生已在几年前辞职下海去做生意去了 此后这两个人就音信全无了 郭龙海顿足垂胸 认为这辈子可能都无法再报仇了 于是踏踏实实的回去 开始工作养家 通过刚才的介绍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郭龙海在学习这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 能踏实下心去钻研 1992年 他被农业局某公司录用 仅仅两年之后 他就因为业绩突出 被提升为了副总经理 家底开始越发的阴时 就当所有人开始对他改观 认为他总算改邪归正 步入正轨的时候 郭龙海的内心却全然不是这样 再次春风得意的他 依然不改本性 又开始得意忘形起来 他觉得自己坐了七年的牢 浪费了太多美好的光阴 如今又有钱了 应当把失去的快乐都找回来 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 于是郭龙海开始借着外出办公的时间到处造访烟花柳下 在争齐豆艳的百花丛中肆意的挥洒汗水 并以此作为自己牢狱七年的补偿 然而人一旦得意忘形 倒霉的事就离你不会远了 就在郭龙海日日升歌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某家发廊的某位女郎私下与公安机关串通了信息 就在郭龙海要起飞的时候 民警破门而入将其逮了个正招 妻子因此事想起了多年前郭龙海做下的事情 可能是认为他狗改不了吃郭龙海吧 所以不再打理他 对他充满了鄙夷 而自觉理亏的郭龙海也只好以金货为名 去了广州想躲一躲 等妻子不生气了再回来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觉非常倒霉的他 遇到了两个算命的 他觉得人家算得很准 自己确实很惨 想要改命 于是被骗光了所有带出来的钱 此时的郭龙海再也受不了了 他对自己当前遭遇做了一次严肃的复盘 得出了一个结论 都怪发廊的那个女的 没有她我就不会来广州 不来广州我就不会遇到骗子 然后他一下又勾起了那个心结 长花 郭龙海就此认定 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自己的一辈子都是被女人给毁了的 于是从那时开始 他对长花和大学生的仇恨悄然转移到了女人上面 1994年6月 郭龙海到广西的柳州出差 当他深夜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战阶女和他搭讪 郭龙海打眼一看 觉得这个女的长得非常像长花 而且言语之中又阿扎露骨 于是郭龙海一下想起了多年前于厂花在山上的事情 就和对方说 我不喜欢在房间里 你要是想做生意 我们就到旁边的荒山上 战阶女看郭龙海穿戴像是个有钱人 就答应了 并跟着他上了山 一番云雨之后 战阶女要求郭龙海多给点钱 理由是 我跟着你爬了这么半天的山 你还不多给我几十块钱 郭龙海一听 这女的居然坐地起架 于是心头火起 对女人的愤怒劲一下就上来了 同时 他越看越觉得这个女的长得像长花 而且职业还和坑害了她的发廊女是一样的 于是怒火中烧的郭龙海再也忍不了了 他毫无征兆地冲着战阶女的面门就给了一拳 将其打倒 随后双手扼住了她的脖子 战阶女反抗无果 最终只得怒目元征 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随后弃绝 这是郭龙海的第一次作案 又是在深夜 经此场景之后 吓得魂飞魄散 开始心虚不宁 一方面想起战阶女的样子就开始害怕 另一方面也怕警方找到她 然而 由于案发地是一处荒山 而且战阶女的身份也无从考证 征询了线索 也没有家人来任领遗体 于是对于当时的刑侦技术来说 这便成为了一桩选案 半年之后 郭龙海确信风声已经过去 而且她已经从战阶女的阴影中恢复了过来 并且变态地认为 自己终于找到了报复女人的方法 于是在1994年11月 郭龙海出差到贵州的贵定时 用同样的方法强占 并杀害了一名发狼小姐 并在此后的六年间 她开始了疯狂作案 目标也从发狼女变成了普通女孩 年轻的妇女 截至2000年12月28日 她最后一次作案 她一共作案16起 造成了15人遇害 大家听到这个数字 应该就能明白 这其中有一个人逃脱了 而也正是这名逃脱的女孩 成为了郭龙海落网的关键 2000年10月28日 凌晨1点左右 在贵州都云市 一名27岁的女孩小燕 刚刚从麻将馆打牌出来 正要回家时 遇到了郭龙海 郭龙海主动和她打招呼 问她为什么没去打牌 小燕看了看郭龙海 想了半天好像又不认识她 但是听她说话呢 又似乎之前和自己认识 再看她说话语气比较柔和 人也文质彬彬的 心想可能是打牌的时候 同桌玩过 自己没印象了 于是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搭了话 这个时候 郭龙海说 你现在要回家呀 这刚几点呀 走走走 我知道一个麻将馆 那的人水平差 钱还多 我经常一晚上能赢好几百 没多远 我带你去 咱们去打个通宵 小燕本来就喜欢打牌 一听说还有这么个好地方 就动心了 加上没多远 于是就跟着郭龙海去了 然而走了没多久 小燕就发现 郭龙海开始带着她上山了 她随口问道 怎么 这山上还有麻将馆 郭龙海则非常平常的说 开了好几年了 你不知道 小燕看郭龙海没有什么异样 自己又打牌心切 就没有多想 接着往前走 直到走到了半山腰 四周彻底的按下来 小燕才终于觉得事情不太对了 可这时的郭龙海以人原形毕露 她咆哮道 把裤子脱了 不然吓了你 小燕赶紧说 大哥你别吓我 我还年轻 你留我一条命吧 而且你吓了我 你也跑不掉的 结果郭龙海完全没有理会小燕的威胁 轻蔑地笑了一下 说 哼 你少跟我装聪明 实话告诉你 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你要不听话 我就弄死你之后再办事 都一样 等过个几天 你都烂了 鬼才认得你 说完 郭龙海就扑了上来 小燕身高1米5 体重不到80斤 她想着 越反抗自己死得越快 目不如先保命再说 于是不管郭龙海怎么折腾 她一声也没吭 直到郭龙海完事 事后 小燕捡起衣服打算穿 不料郭龙海的双手直奔小燕的脖子就来了 说道 你还穿什么衣服 留着你也是个祸害 小燕一看郭龙海眼神都变了 赶紧退了一步 跪在地上磕头 说 大哥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你想想 这种事出了 我们女的哪好意思到处去说呀 你要是能放我走 我肯定不会和任何人说的 你就留我一命吧 说完这些 郭龙海有一点点迟疑 慢慢地放下了手 小燕一看 赶紧从地上的衣服兜里 透出了一颗烟 给郭龙海点上 然后接着说 大哥 你先冷静下来考虑考虑 你看 你想办的事呢 已经办完了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 你还有必要吓我吗 没有必要啊 郭龙海冷笑一声 抽着烟和小燕聊了起来 说自己如何如何被场话坑害 如何如何仇恨女人 又炫耀着说 她已经办了十几个女的了 而小燕在听她说这些的时候 一直在偷偷地看合适逃跑的路线 突然 郭龙海掉在地上的手机响了 就在她扭过头去看手机的一瞬间 小燕连滚带爬地钻进了山下的树丛 并借着小个子的优势穿树林逃跑了 郭龙海原本想追 但是根本看不见小燕在哪 最后只好作罢 而也因此 小燕成为了郭龙海连环案 唯一的幸存者 小燕下山后直接跑到了警察局报警 并给警方提供了郭龙海的体毛特征 以及口音信息 但是由于天黑和惊吓过度 小燕的描述有些混乱 导致警方画出来的模拟画像 并不是十分的准确 随后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 先后排查了七千多名可疑人员 但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然而 就在警方调查的同时 受害者小燕也没有闲着 她对郭龙海恨之入骨 而且她认定郭龙海是都云本地口音 大概率就是本地人 于是她在出事之后 每天都在街上闲逛 希望有一天能在街上遇到她 报仇学耻 事发的半年之后 2001年5月8日 小燕在一处闹市闲逛时 迎面遇到了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还带着一个女人和孩子 正在悠闲地逛街 而小燕在短暂的迟疑之后 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男子就是郭龙海 于是她小心地跟在男子身后 直到其进了一家小饭店 小燕在门口听到对方开始点菜之后 确信她短时间不会换地方 于是飞奔到了最近的一家派出所报案 三名民警接警后 跟着小燕立刻赶到了饭店 并将郭龙海当场抓获 面对审讯 郭龙海非常自信 只交代自己名叫郭龙海 并称自己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 在僵持了几个小时之后 郭龙海始终不张嘴 于是民警将小燕带进了审讯室 与其对峙 面对小燕的指认和咒骂 郭龙海只是低头 但是仍然沉默不语 这个时候民警悠悠地问了她一句 怎么样 还想顽抗吗 你听说过什么是DNA吗 郭龙海这下可能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 于是放弃了抵抗 但是抬起头说的第一句话 却是 都说张军厉害 我觉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不是个团伙吗 才吓了十个人 我一个人就吓了十几个 我的案子可以震惊中国 震惊世界的 张军张子强那都不算什么 连沉默的羔羊都比不上我 最终郭龙海对自己犯下的16起命案 全部供认不讳 并到事发地点一一指认 在指认中还找到了一句 此前没有发现的受害者遗体 2001年11月15日 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郭龙海多次强天瞎人 证据确凿 事实拒载 罪大恶极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2年1月13日 郭龙海被押赴刑场 执行死刑 至此此案完结 讲完今天这个案子我想说 郭龙海自认为一生是倒霉的不顺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 他有好的出身环境 自己的学习能力也很强 几次重头再来 也都可以很快的东山再起 所以其实无论是从先天的家庭条件 还是从后天的自身条件 都是非常好的 他的问题呢 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性格 自己违法做的事情 却认为是理所应当 面对法律的制裁 反而是认为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就和之前讲的几个汉匪一样 属于那种自己感动了自己 但是其实人人得而诛之的货色 这个案子的整体讲述 应该是我讲了这么多案子中 警方的戏份最少的 一方面呢 由于是连红案 我选取的是从凶手的视角来展开 来串联 另一方面呢 也是由于当时的行侦技术确实有限 破案的进展呢 也确实是比较缓慢 加上最后郭龙海的落网 还是靠小燕去举报的 所以警方的存在感呢 整体就显得有一些低 但是没有在讲述中出现过多的篇幅 并不代表警方在办案的过程中 付出的就少 这就像我们做数学的单选题一样 虽然最后落在纸上的只是一个选项 但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草稿纸上 还是会留下大篇幅的演算过程 由于我需要考虑到视频的长度 所以只能将一些没有对结果产生决定性价值的内容 进行省略 在此呢 先要请小伙伴们体谅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不要对奋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 产生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最后呢 我想简单的图个操 同时呢 也对过往的一些可能造成的误会吧 做一个解释 每当我讲女性罪犯的时候 就总有人刷梗 说我诋毁侮辱女性 而我讲男罪犯 给大家提建议的时候 也有人刷梗 说我为什么不去教育罪犯 而总是告诉女性要保护自己 对此呢 我想说 首先如果看我频道时间比较久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案件中只有加害人和受害人 从来没有男女的区别 男女都可以是加害者 同时也都可以是受害者 为什么我在一百多期的案子中 讲了不到十期的女性罪犯 就变成了我恶意诋毁女性了呢 其次罪犯呢 也是普通人 也都是爹妈生养 上过学 有朋友 甚至呢 有的还是高材生 那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什么合法 什么违法 这还需要我们做自媒体的去说吗 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 不就是因为他们默示法律吗 明知不可违而为之 装睡的人 我又如何去叫醒呢 那么比起在视频的结尾 对罪犯喊话 让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来说 总结案件的过程 剖析作案的手法 来给更多的小伙伴 以提示 警醒 建议 让大家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 能够想到背后可能存在的危险 能够有更多反应的时间 或者是能够效仿的案例去自救 这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当然也有人说 很多事情你防也没用 它就是防不胜防的 这话是对的 我很认可 但是如果世间一共有100种犯罪的手法 而大家通过提高安全意识 可以规避其中的30种 那么是否就意味着 当面对同一个危险的时候 我频道的小伙伴 就会有更高的概率 规避掉风险 从而更加的安全 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理解 我提醒小伙伴们 注意安全 提高安全意识 避免一些可能的因素 造成危险 这有什么可较劲的呢 难不成因为事事无常 所以你们就希望所有的小伙伴都毫无防备的暴露在危险当中 那请问你们的居心何在呢 最后 关于每期视频最后的建议和感悟 大家觉得有用就听听 觉得没用呢 就不听 本身也是建议和我自己的一些个人想法 也不是行为准则嘛 只要有一个小伙伴觉得是有用的 觉得有些内容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安全 对于我来说就已然足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一期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和转发多段评论私信与我互动 YouTube小伙伴记得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暴力尽灭 环与安宁